大家好 又是玩具短打的時間 今天和大家介紹的是另一套80年代我很喜歡的動畫作品 《機甲戰機威龍》在一月份推出的Bandai High Metal RO 系列的雲限商品 這隻威龍二號就是我小幼地很期待開盒去玩的一套玩具 非常之意外地正的就是因為他的面相各方面的線條都是非常之大河元邦藍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之前玩過他的雲SPEC系列和Lobo雲系列 造型都是比較大張正紀的,線條化一點 這隻很喜出妄外,回歸了一點點 尤其是頭部 起角很多 很棒 這隻威龍二號除了顏色方面之外 其實如果轉回紅色的話 基本上他就是一隻雷射大炮 可以說一下包裝盒 又是天神英貴的手筆 畫風的線條都是大河化的 比較起角 沒有那麼流線型 很漂亮 一貫水準之作 那下面呢就是 已經推出了市場的威龍一號 同一個系列 那麼這隻產品都跌了價的了 近期我見過最便宜的是八百多元 抵玩的 因為是通販的關係 那頭部就比較大張正紀一點 就是流線了一點的 那麼左邊呢就是威龍三號 我曾經在玩具短打也介紹過 那麼這隻產品呢 最毒的地方都要提一次了 就是他內附了威龍一號的展示台 那麼這個策略都是比較上我覺得都是一本 那麼這套1987年的作品 為什麼歷年來都被人的感覺 都有點耳拉命的感覺 就是叫好不叫做 因為高達影子太強 但是這個原因是事實來的 因為在1987年呢 《基隆戰士高達ZZ》播影完之後呢 《Sunrise》就很積極籌備一套動畫作品 希望是累近《基隆戰士高達》的 但是呢 就沒有找到副藝人遊貴去做監督 而自己呢 就用一個集體的創作 就用此立少這個名義 就構思這套作品 所以無論在故事的套路上 啊 機設的風格啊 都是很高達的 希望這套產品 喜歡的朋友 可以認真考慮一下 是不是會買了 始終超過1500元來說 都絕不便宜啊 今天時間差不多 希望大家喜歡這一次的報導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